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栏目报道 北大财女刘元苑在直播中宣传的化妆品备案信息与实际不符 购买者肖先生表示 根据刘元苑在直播中的宣传 该产品能去除50.76%的法令文 并添加进口黑松露和白松露 但查询备案信息后发现没有相关证明 肖先生找到刘元苑所属公司寻求解决 但未达成共识 杭州市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该事件 刘元苑近期带货成绩斐然 但此次虚假宣传事件可能会给她带来负面影响 请大家保持警惕 避免受到不实宣传的误导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